大家有否發覺很多東南亞國家的菜式都有大頭蝦 這些到底是海蝦還是河蝦 河蝦 其實它叫羅士蝦 它專門在鹹淡水交界的地方生長 因為那地方有很多不同的微生物 所以是特別肥的 相對來說這個食材比較便宜 所以很多都會用這個蝦來做料理 好 問問Sean 你今天準備了甚麼東南亞菜式和韋哥的比試 有 三姐幫我搞定蝦 好, 我們做個大頭蝦柚子沙律 很棒, 開胃 Sean, 今天你的沙律很簡單 只有大頭蝦、柚子、料頭和香味 你把名字都說出來看是否簡單 好吃就可以了, 簡單 你抽得贏, 阿偉哥就行了 我們先說醬汁 是 其實你吃東南亞菜最重要是什麼? 香味, 紅椒絲可以放進去 檸檬葉撕掉, 中間的框就沒液 只要兩邊這樣, 然後再切 好, 放進去 椰糖, 放進去 阿爺, 放進去嗎? 檸檬葉, 香茅 對, 先和了 這些放在攪拌機可以嗎? 也可以 好, 真棒 我想你這個沙律的靈魂 都是這個醬汁 不是, 靈魂當然是 剛才三姐幫我做的大腥蝦 像外國人煮菜, 喜歡用橄欖油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蝦一煎就一坨 其實最簡單 因為煎之前一定要煮乾 吸水… 那又不用染粉也不用 你就這樣煎嗎? 不用染粉 不是叫染粉, 叫上粉 不用上粉 年輕人叫染粉 火腥不用小一點嗎? 你需要嗎? 不用, 差不多這樣 太小了, 它又沒有力 沒有口感 少許調味, 少許鹽, 少許胡椒粉 黑椒粉, 胡椒粉 很香 在這邊可以調味沙律 柚子 洋蔥 多不少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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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邊是沙律, 另一邊是蝦 放蝦, 好的 蝦放在上面也可以 平放蝦頭在這些地方 好, 合作得不錯 我只是跟美女合作, 米方也是 對… 最後才喝淋果汁 是 吃的時候才溶 淋果汁 最後滴幾下檸檬汁, 更香 最後因為想要有不同的口感 有炸的蒜片 蒜片 我很喜歡炸蒜片 為什麼? 香的吧? 對, 有些香脆 炸了就乾燥 炸得漂亮 也不算, 但不可以用猛油炸 最後是我最喜歡的 花生碎 咬下去的時候有不同的口感 有些軟軟軟的 很好做 這幾粒不得了 是 完成了 正 好, 先去炸 韋哥, 你的月色煎比材料多 從何內到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就是西貢, 不然很軟 西貢很近, 很接近 因為很多材料 感覺很多, 但煎上來就知道了 好 先煎豬頸肉 是 熱了鑊, 拿這個 很棒 馬上推開… 推鬆後, 輕輕地先煎在面上 不要太心急, 別這麼快翻開 好了, 我就放在一旁 最不喜歡洗鍋的, 直接放在這邊 沒所謂, 有油香 海鮮吸進去 聰明, 我告訴你 因為這樣下去 順理成章, 海鮮吸進去油香味 豬的油 對 出了很多油 油 待會可以避免油 避免口口 用大一點 留下的, 一定要放進口裡 好, 現在用米漿, 我就可以煎餅了 加點油, 塗勻 放在旁邊, 因為我想煎大一點 只要拿到最盡的位置 對 來一盒 煎蛋皮一樣 對 火夠不夠? 夠 夠了 夠了 其實很需要時間慢慢煎 時間越長, 慢慢煎 就會很香脆 可以看邊緣 一來到鍋邊就可以了 沒錯 我們要蓋上蓋子嗎 有…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蓋 這樣蓋上蓋子 吃東西不重要, 真的… 由開始到最後完成 大概要十分鐘時間 會不會軟了? 不, 它是煎一邊, 不然是我們那邊反 對… 如果反, 就不用用蓋子 對 它現在靠蒸氣 是 蓋上蓋子 另外一邊… 蓋上蓋子 煮熟 對, 沒錯 好, 其實煎了差不多這個 程度, 邊緣開始離開了 但味道真是最香脆的 但是這個時間 我已經可以把剛才炒好的餡料 豬頸肉放在一邊 之後再蓋上蓋子 它連肉濕色的香氣 想要吃好東西, 但要用心思 全部都吸收進去 好, 開始脆了 現在加上韭菜 韭菜 還有芽菜 輕輕的焗一焗 因為始終有草青味 芽菜很少人喜歡 是的 放好眉手 差不多了 開始了 在這裡, 稍後再對折 好 很漂亮, 金黃色 加點香蕉 這個真的要趁熱吃 對… 很漂亮 很漂亮 很棒 可以放生菜 接著加九層塔 香葉和薄荷葉 這是泰國芫茜 芫茜, 也可以叫磨底 好, 趁在這裡 這個餅, 把它切開之後 用生菜包上所有香葉 加上餅, 沾到魚露裡 一口咬下去 真棒 我們可以試吃 不如介紹一下A的 Sean, 叫什麼名字 大頭蝦有煮沙律 好東西, 答得好 B呢 越南式的煎餅, 賓石 試吃之前不如說賣相 當然是Sean那個 是 又綠 又凍你的蝦頭, 咬你的蝦味 你幫忙, 是不容易的 我, 我有份幫忙撿一撿 我當然是幫助我的 當然是A那個 你不是撿, 是幫忙擺 撿就掉到地上才撿 不是 漂亮的 好, 我們先嘗嘗大頭蝦 幼稚沙律 先吃蝦頭 用手吃 好像有些肉在這裡, 有得咬一下 就是切的問題 你要留一點肉 讓膏不要流出來 對, 膏還不要留在這裡 這個汁很香 酸和辣鹹, 配合得適合 清爽, 野味 San成功不要切準 有一塊肉, 丟住它 保存膏 一, 不會射出來 二, 原味在那裡 所以吃起來, 甘香很多 好, 我們接著嘗嘗 這個越南煎餅 對 這個真的要滑溜一點 大口, 成夠包著 粗豪一點 粗豪一點 好 汁也很高分 魚露也可以說是整個菜的 一個靈魂 明明加了汁 口感和割餘的提升很多 很清新 吃下去就吃到香草的味道 吃到蝦、帶子, 還有海鮮 我喜歡口感, 很清爽 大家想想 這個回合應該是 你選A還是B 兩道菜式都這麼聰明惹味 三位評判 你眼望我眼 都真的不知道怎麼選好了